阿那利陀,无目而见。 阿那利陀是白饭王之子,从佛出家。 平常多好睡眠, 以佛讲经的时候睡着了, 被佛呵斥,因了起惭愧心, 发大精进,不眠不休, 一致失明。 我们这里有没有那个很精进,精进到失明的呢? 没有,都是拍摆,拍到眼睛很疲劳。 所以,拿造业的心,来修行, 这种精进,每个个成佛足足有益。 出发心不退,成佛足足有益。 菩提心一发,就坚持。 佛就灵敏之, 而叫他,叫做要见照明金刚三昧。 他依教而修三昧成就, 因得得到半头之天眼, 能观见三千大千世界,一佛世界, 如观掌中阿摩罗果, 这就是见性能不一根, 而记头明发, 头本是生根之一,六根通达, 只能见之性也能记头发出。 所以,见不一定在眼, 能见之性,非在眼根, 此为明正之一。